江小姐 您确定 您要把您的眼角膜 移植给石先生吗 我确定 我是头一次 见你这么深情的人 那既然如此 那我开始吧 怎么样 你的眼睛 我从什么都看不见了 我去去 这是哪儿 别激动 医生他这怎么了 这病人大脑受伤严重 导致失忆和失明 要想恢复失利的话 得尽快换眼角膜才行 这么严重 家属先带他回家 观察观察 可是 我不是他家属 慢点 对不起啊 因为我才害得你这样 不过你放心啊 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 在你恢复记忆之前 你就现在我家吧 等警察什么时候 查到你信息 我再送你回去 你真的 不会抛弃我吗 当然了 你都这样了 我在抛弃你 我还是人吗 不过 你现在失忆了 我得先帮你起个名字 这叫实景吧 怎么样 好 阿姐 我给你买了盲稻 有婚想干什么呀 就跟着盲稻走 就再也不怕被绊倒了 太好了 哎呀 都说了 其实有我这种事情 让我来呀 都出血了 我给你包扎一下 嗯 我想恨死 我晚上的你去盗 病人的眼睛已经开始恶化 如果再没有合适的眼角膜 以后再想复明就难了 怎么会这样 那 要是把我的眼角膜给他 行吗 你没了眼睛 以后还怎么做医生啊 阿婷的情况太糟糕了 我要是现在不给他眼角膜的话 我怕他以后再也看不到了 我还有机会的 我还可以等他 你们只是一场意外相识 这么做 值得吗 值得 但是我喜欢的人 阿姐 田田 刚刚护士跟我说 有人愿意给我就圆角膜了 我马上就能看见了 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看见的 田田 这是我亲手做的童心所 我喜欢你 等我眼睛奉得 你愿意嫁给我吗 那 阿姐能看到了以后 会认出我吗 只要有童心所在 我肯定一眼就能先处理 阿姐 你复明后 还会喜欢看不见的我吗 我女儿低嫁给你这么多年 你不好好对她 喊了她这么早就去了 既然你外边有了私生女人 那田田必须跟我回文家 她死了 怪她命不好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田田是我的女儿 必须跟着我 我不会再让她跟着你这 没良心的父亲 病人员要盲手术结束了 买了一家属 什么 咱们要盲手术 瞎了 哎 刚才你还说要 赶快带走啊 我要就我要 红血和鸡翘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再次去带她回文家 从此改姓名 对我新闻 老爷 已经找到少爷了 就在这家医院的病房里 快带路 老爷 少爷醒了 你醒了 眼睛膜植入手术很成功 你睁开眼睛看看 怎么样 我能看见了 我真的能看见了 您是 我是你爷爷博振国 你失忆这一年 我找遍全国 黄田不负有些人 我今天终于找到你了 那我是 你是我博振国唯一的事 也是博士集团唯一的继承人 博振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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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您看到我女朋友了吗 你女朋友是谁 我女朋友叫姜田 是她救了我 也是她陪了我一整年 现在我能看见了 我要把这个好东西告诉她 我们来的时候 也没有看见这个人 不可能 你要去哪 我要去找她 你好 你有看见我女朋友吗 大概这么高的样子 没有没有 你好 有看见我女朋友吗 已经大大了 没有没有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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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你回文家的这三年 外公从来没求过你什么 但这次 咱们文家真的遇到困难 外公求你 嫁给博振川 好不好 只需要一年 一年后公司啊 违归正轨 你们马上离婚 阿倩 三年前我妈妈突然去世 我被外公带回文家 未来得及和你好好告别 现在我要因为家里 嫁给别人了 你到底在哪里 眼睛恢复了吗 夫人 您来了 一个瞎子 游戏做伯父人 请跟我来 啊 哎 夫人没事吧 这样的残疾竟然妄想做起穿的 秦川只能是我的 既然你不要两个价钱 那就别怪我不择手段将你赶出去 夫人 我扶你进去 谢谢你啊 郭总 夫人 夫人今日嫁入婆家 我们需要怎么安排一下 她只是个连姻的物件 随便找地方住这些 三年 还没有找到田田 莫总 这三年来全国各地都已经找遍了 始终没有田田小姐的下 废 继续找 国内没有就找国外 就算翻遍全世界 我也要找到田田 是 今天是田田的生日 虽然还没有找到她 但一事不能承 通知下去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 好 明白 先生每年都要给田田小姐准备一场生日会 这期间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死瞎子 你进门第一天就毁了这场生日夜 先生一定不会辱你 夫人 这是先生给你准备的生日夜 他 知道今天是我生日 当然 和阿锦分开后 再也没有人给我过生日了 或许 这个联姻对象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糟 夫人 这是先生给你准备的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礼物就不用了吧 我也用不上 这可是先生特意为你准备的 你不收 他会不高兴的 这 好吧 谢谢 可真好看 只可惜 夫人的眼睛看不到时间 没关系 这也是他的一片心意嘛 那不是先生准备给田田小姐的礼物吗 说是要准备好以后补送给田田小姐的 这新来的居然敢碰 先生回来看到会生气的吧 你忘了去年有个女佣不小心碰了一下先生给田田小姐准备的礼物 先生可是发了好大的脾气 最后还叫人赶出了博家 对了夫人 这是先生给你准备的蛋糕 是他亲手做的 我给林欣一块尝尝 等着吧 马上就有好戏看 竟然是我最喜欢的草莓味 我是说过 这是我给田田准备的生日宴 除了她之外 任何人都不许信吗 草莓蛋糕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了 草莓蛋糕 真的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蛋糕了 田田 田田 温叔童 是你啊 谁让你动蛋糕的 先生 是夫人听说这儿有一场生日宴 非要过来 我们想拦根本拦不住呀 不是的 明明是你说 先生给我过生日 给你过生日 你也配 温叔童 不要以为嫁进了博家 就真成了博太太 你只是一个联营的工具 没这个资格 不是的 真的是女佣带我过来的 这夫人 您可别诬赖人 明明是你非要过来 怎么能怪我们这些女佣呢 明明是你带我过来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是故意的 我记得你的声音 手表呢 好戏开始 是让我动我手脚的 温叔童 在博家 不准动我的东西 孟家大小姐又怎么样 敢动先生心里难为的东西 简直是自寻死路 我要是他 就会歪当个瞎子 别妄想当什么一家之母 都给我闭嘴 老师 是 八十公子 若锦川 今天确实也是我的生日 毁掉你的生日夜 并非我本意 对不起 她居然跟甜甜同一天伤 你的生日蛋糕和手表 我会赔给你 这蛋糕可是先生亲手做的 你去哪买 还敢提手表 要不是先生及时赶到 恐怕已经塞进你包里了吧 我温家虽然不如你们博家 他也绝对不会做偷盗之事 那可说不准 先生 要我说 这种人就应该给他点教训 否则以后不知道做出什么事 你给我闭嘴 我不管是谁的你情绪 记住你自己的生活 你只是一个灵营的工具 要害我下一次 我让你们温家 消失在海城 我知道了 今天的事情到此回去 虽然这都赶不走那死瞎子 先生真是仁慈 再见 我买了一个许愿瓶 以后我们有什么愿望 就可以写下来 放在瓶子里 好 那你许了什么愿望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所以才会放在瓶子里 天天 你的愿望成真了 我真的复明了 可你又在哪里呢 这次肯定可以赶走那个死瞎子 谁 是我啊 夫人 赵主席 衣服化好了 已经化好了 好 接下来不用你送了 我亲自送夫人回房间 你出去吧 你叫高如是吧 刚才就是你陷害了 我不用你送 夫人 刚刚那件事就是个误会 我以为那是先生为你准备的 没想到不是 而且 我就是个女佣 为了自保也没办法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 这我们无冤无仇 我骗你干嘛 而且夫人 现在这儿就我一个人 如果不用我带你 你这眼睛能找到房间吗 好吧 上宫啊 夫人 这就是先生 补与准备房间 夫人 这就是先生 补与准备房间 你确定 这是先生给我准备的房间 当然 夫人 您 先说说休息去 你 什么都你碎了 我的 新闻不好 你发 senin的玻璃瓶摔坏了 你快去看看看看吧 什么 这是谁干的 先生这是夫人帅碎的 温初头 我是不去说 不准动我的东西 我不知道这个床上有东西 床 就这么岂不可耐想爬上我的床 你配吗 你的床 可是 你又跟我说 这是你给我准备的房间 这是我的房间 房间在一楼 你少找见了 你回我生烟的时候 我已经找过你一次了 破景川 你至于吗 一个瓶子而已 我陪你就是了 陪 在我看来这个瓶子比你命还值钱 你怎么陪 这个瓶子比你命还值钱 你怎么陪 既然如此 那就离婚 你跟我又离婚 你是不是忘了怎么嫁进来的 你们温家资金链断了 是我拿我一序上的 你提离婚之前 先把钱还给我 五个一 现在温家根本拿不出钱 外公说要坚持一年 可这样的情况下 我能坚持一年吗 闻书统 还不及钱 就给我安分点 好 我知道了 以后 我再也不会乱碰你的东西了 现在 温书统 我还是对你太仁慈 才让你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我 在说什么 来人 你给我待下去 华柜 天亮之前 不准吃饭不准起来 我要让他好好当着机器 是 你们干什么 你们两个去门外守着 不允许任何人进来 如果被人发现了 我们的下场都一样 明白吗 明白 你个死瞎子 温书童 你现在这个样子 真像条狗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 你为什么一直陷害我 因为你根本就不配做伯夫人 如果是别人跟我巧就算了 你一个死瞎子 凭什么跟我巧 原来是因为柏锦川 我们只是联姻 就算不是我 他也会娶别人的 但现在嫁进来的是你 还是个死瞎子 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教训 高如 你别太过分 无论如何 我都是温家大小姐 是柏锦川明媒正娶来的老婆 你这么做 就不怕她知道吗 你个死瞎子 算什么婚 她娶你只不过是为了生意 我可是跟在她身边十年了 她就算知道了 也不会因为你一个死瞎子怪罪 你只是个女佣 不管你喜欢她多少年 跟在她身边多久 她都不可能娶你 女佣 女佣怎么了 你一个死瞎子 三级残废 你还高贵起来了 今天非要好好收拾收拾你 你想干什么 你别过来 你竟敢打高如姐 好大的胆子 你这个贱人 我来国家十年 先生都没有骂过我一句 你竟然敢打我 去把上次用的东西拿过来 我今天要让她生不如死 好 这还是上次 我们用来收拾一个 勾引先生的女佣 还好没扔掉 当时她可是疼得尿失尽了呢 不知道这瞎子能坚持多久 什么东西 你们别过来 什么东西 你马上就知道 动手 别过来 别 别过 对不起 我们的瓶子今天 被一个不懂事的人打碎了 但是你放心 我马上找人修复他 以后再也不会 给任何人机会打碎的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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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叔桐跟田田的生物是同一天 难道 温叔桐就是田田 田田 我终于找到你了 来人 带我去见夫人 放开我 你死去啊 这就是你惹怒我的代价 我拉 叫什么 这才哪儿 鸡血给我拉 放开我 温叔桐啊 温叔桐 你不是想要你的王杖吗 我现在给你 你这双手还能拿得了吗 我给我 好 我现在就给 刚刚就是你用王杖打我似的 现在轮到你了 高兴 不会出人命吧 怕什么 上次那个不也是这么收拾的吗 不是什么事都没有 继续给我拉 我要让他这双手再也拿不起王杖 什么声音啊 好像是从酒窖这边传来的 去看看 真可惜啊 你是个瞎子 看不到自己有多狼狈 你说你 眼睛瞎了 是不是就跟腿瘸了一样 没有痛瘸呀 哈哈 你还要这么说呢 我当然是想试试 你这个眼睛到底是不是真瞎 这一到下去 应该就知道了 不要 你这个魔鬼 我是伯进川的夫人 还不会放过你的 夫人 就你也配 我今天不但要让你的眼睛瞎 我还要划烧你这张剑铁 先生 你怎么来了 教授这里边传说 谁在里面 先生怎么来了 博锦川 闭嘴 已经是这个贱人叫声太大了 里面 里面没人 先生 您怎么来了 是你在里面 是啊 酒窖每个月都要打扫一次 这个月刚好轮到我 那刚刚的窖什么是怎么 是 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是打扰到先生你了吗 不好意思 我下次注意 总裁 找到田田小姐的下落了 什么 田田是一个立志要救死扶生的医生 她是一个健康的人 而温书彤呢是个盲人 他们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我马上过来 你个贱 告诉谁让你说话的 害得我差点被先生发现 如果是就杀了 只要我出去 就一定会告诉博锦川 你是以为我不敢是吗 你不敢 因为你害怕 把博锦川问起我了 你没办法教他 死家子 我给你脸了是吧 现在 先生已经走了 整个博锦川不会再有人来救你 马上 也不会再有什么夫人 我刚收到消息 当年救您的田田小姐 好像眼睛失明了 失明 今天确实也是我的生日 毁掉你的生日夜 并非我本意 对不起 温书同眼睛也看不见 她和田田是同一点生日 而且 她又掉下了同性死 她就是田田 喝酒酒 啊 如果直接杀了你的确会有些麻烦 不过国家已经有一个瞎子了 谁又会在乎多一个哑巴残废呢 你什么意思 给我把她挽住 我要让她以后再也开不了口 这刀这么锋利 用来割你的舌头 再口水 先生啊 您怎么回来了 我要是不回来 知道你有这么大的胆子 对不起 我来啊 刚刚说 快 北叔 去医院 好 今天都是 我一定会跟你算清楚 他怎么样 他外伤很严重 尤其是手指 需要很少一段时间了 你一定要治好他 三年前我失明失意 是他救了我 现在我好不容易找到他 我一定不能让他出去 他就是你在找的女朋友 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资料写是他失明了 而且 他有我送他的同性死 三年前你救了我一命 等你醒过来 我就把一切都给你 我会尽快找他的 那我先出去都不走 远远 嗯 你怎么在这儿 哦 眼睛不舒服来医院看看 先说好啊 咱们已经分手了 我可不是回头藏 想什么呢 我现在可忙得很 而且我刚给你 同夫一模的姐姐看完病了 你说温书童 那次瞎子来医院干什么 他是柏景川带我来的 而且他是柏景川 找了三年的白月光 什么 柏景川找了三年的白月光 是温书童 你说温书童 就是柏景川 找了三年的白月光 是啊 说什么 他有柏景川送的同心锁 在等他醒了以后 把一切全部都给他 他这几年回温家 当大小姐就够安逸了 哦 现在温家不行了 他又抱上了柏景川 这么一个大嘴 他就是个死瞎子 凭什么没比我好这么多 沈朝风 听说你现在在外面 欠了一大笔赌债啊 现在有个机会 搞把大的干过 我帮你知相 你醒了 感觉怎么样 有没有哪儿不舒服 我的手 医生刚刚包扎过 你放心 快就好了 先喝点水 你找什么 你告诉我 我帮你找 我的盲障 我不拿着他 我很没有安全感 你的盲障 就在旁边 但你手受伤了 还不能拿东西 我会给你找 最好的医生 把你的眼睛医好 在此之前 我就是你的盲障 他愿意当我的盲障 你 为什么突然 对我这么好 你嫁给了我 你是我的妻子 我当然要对你好吗 他或许 没有想到那么坏 对了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在三年前 你是不是救了一个 罗总 在三年前 你是不是救了一个 罗总 什么事 有点特殊情况 你难一下呗 你等我一下 什么事 说这样的罗总 我跟你做家庭认识 这几年 我听说 你一直在找个 带着同情所的女孩 对吧 我刚刚在隔壁病房的时候 正好看那个女孩 她带着个同情所 跟你说的情况 特别的像 演的也是看不见的 你再想 她会不会是 你要找那个女孩 让她去看 田田不是会出动吗 怎么又重来一个 不行 哪怕只有 万分之一的可能 我也不能错过 马上带我过去 在里面 咳咳 咳咳 博总 这位就是我跟你说 那个女孩 你们 是谁呀 江小姐 你先不要害怕 这位呢 是我们博士集团的总裁 就是她 一直在找一个 带着同情所的女朋友 三年前 你是不是救过 一个出社会的男孩 并丈夫她六个月 是的 难道你就是她 博总 你看这不都对着了吗 就是她呀 她准备在找那个人 哎 夫人 你要去哪 我的项链丢了 我去找我的项链 你好好休息 我来找 扫开 项链 什么项链 真的是你 如果她是她 她温书童呢 你说你是田田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蛋糕 我喜欢吃巧克力味的 你不是田田 我 你不是田田 我 我怎么不是呢 田田只喜欢吃草味的 而且只吃草 说 为什么冒充她 我之前是喜欢吃草莓味的蛋糕 可是自从你离开后 我就再也没有吃过了 因为 因为她总是会让我想起你 啊 还有这个 这个童心锁啊 是你当初亲手送给我的 难道你也忘记了吗 上一个冒充田田 已经在海城消失了 你是不是田田 我一看你知道 童心锁上的自食王 看来 她真的是田田 田田 我终于找到一个了 这几年我也一直有在找你 可是怎么都找不到 因为我改过名字了 我现在叫 我景川 我景川 那我以后就可以叫你景川 当然可以 哎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项链 是童心锁那样子的 不好意思 没看到 谢谢 哎 你好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像童心锁一样的项链 没有没有 都没看到 我哪里 我哪里 童心锁一样的项链 景川 嗯 你的眼睛 是怎么知名的 我之前不小心发生了一点意外 景川 你会嫌弃我吗 当然不会 你看不见也没有关系 我会陪着 就是要 当中你陪着我那样 嗯 景川 你真好 对不起对不起 温叔同 你在这干什么 我景川 哎 你有没有看到我那个童心锁的项链 小姐这是你找的项链 对 啊 啊谢谢你啊 向亮的 拜拜 啊是啊啊 景川 我的眼睛突然好疼啊 景川 景川 哎 好的 靳雲链的声音 怎么听着那么二手 我景川 这个人是谁啊 果然是妹妹 之前敬离的踏实体店 你只是我名义上的夫人 不要跑那么多 送她去房间休息吧 波总 江姐姐呢 只是受了一些刺激 招花炫的话就没什么问题了 金川 刚刚那个人你认识吗 只是个无关情 嗯 金川 我们好不容易再相遇 我不想再跟你分开了 那 我带你回博家 嗯 好 有温书同在 我冒领他身份的事肯定有危险 必须把他赶走 先生居然带回来一个女人 这是谁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她是我长了三年的女 从今天起 她会住在博家 她就是博家的女主 你们可以叫她江小姐 今天一起回来的人 竟然是博锦川的白月光 夫人才刚进门 先生就把白月光带回来了 以后这家得变天了吧 没听到先生说带回来的这个是家里的女主人吗 什么夫人 我看就是个笑话 先生长当了这个女 应该不会因为那个死家子的事怪我了 等我一下 你过来 先生 你有什么吩咐 今天上午的事我还没找你算账 我错了先生 我也是为了替您出气啊 都是夫人 还一而再再而三挑衅您 还动您的东西 我是实在气不过了才这样的 先生 温书童再怎么说也是我的夫人 轮不到你一个吓人的教训吧 是是是先生 我错了 你原来我这一次吧 你原来我这一次 把她逐出海城 从此之后再也不许踏入海城办 在此之前 她对温书童做了事 就原封不动的还回去 不要先生 先生 我错了先生 我再也不敢了 她这是在帮我 还愣着干什么 想跟她一起受罚吗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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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论着不对我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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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居然帮那个虾子出气 温书童你到底有什么好 你不能这不都是我先生 我 慢点 把我特意留的那间房间重新检查一遍 一会儿天天要住进去 不能出任何遍 是 博总 李总这边打电话过来想商量一下成功的那份地址 我知道了 等我一下 直接个电话 好 文书童 我警告你啊 博锦川是我的 你给我离他远点 这一声音 你是姜田田 认出来了 那正好 自己有点滚出去吧 我不会离开 就算要离开 那也得一年之后 好好劝你你不听 非得像你那个妈一样 被人逼走啊 你 一个瞎子也想打我 做梦 你打我可以 但是请不要为难锦川 你在说什么 你好大的胆子 不是的 是他姜田 我知道你讨厌我 但是锦川是无辜的呀 有什么你就冲我一个人来好了 锦川 既然温小姐不喜欢我 那我还是离开好了 就算少走 又是你走 温叔童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感动平年 我让你百倍偿还 来人 带夫人回房间 不是的 吴锦川 你听我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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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锦川 我的脸好疼啊 该不会是要毁容了吧 没事的 我带你上药 好 看来跟温如同 离婚的事情得提前了 不能让他再伤害田田 还很疼吗 先生 江小姐 房间收拾好了 田田 让他先带你去房间 你有什么不喜欢的老人跟我说 我给你换 好 江小姐 来 带夫你 小心 江小姐 这间房 先生早就为您布置好了 我们刚刚又收拾了一遍 保证您做得舒舒服服的 当然 你以后有事 可以随时吩咐我 王亚是吧 江小姐 您不是看不见吗 当然是这样的 不过你要是敢说出去 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江小姐 林泰是伯家的女主人 也是我要效忠的人 江小姐 如果愿意提起我的话 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是吗 那正好 我先教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交给你去做 乌人 我来帮您收拾一下屋子 好 我今天有些累了 就先休息了 您收拾完 出去的时候 帮我把门带上 好 谢谢 谢谢 多谢 送信 多谢 希望 门带 heads 呢 mint 喂 江小姐 东西用上了 博总 离婚协议书准备好了 您 当真现在就要和夫人离婚吗 我已经找到了甜甜 自然不能让其他人站在这位置 我现在就去找他 什么味道 好奇怪 答 de 媚书童 闻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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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闻书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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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就像四手了 阿姐 你今晚上有颗痣啊 他们说 肩上有痣的人能担大事 你将来啊 一定能干大事 是吗 那 我以后会挣大钱了 他这里怎么也有一颗痣 和阿姐的一模一样 江小姐 我刚刚看到有野男人 进了夫人的房间 我本来想去找先生的 可是我没找到他 我只能来找你了 你快进去看看吧 他竟然带野男人回家 这不是给紧穿掉绿帽子吗 快来人 立刻把房门打开 天哪 夫人房间里真的有男人 夫人出轨了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们 赶紧把那个男人给我抓出来 够了 先生 都给我滚出去 警车 怎么会是你 我不是 你不是说 你跟他 只是一场交易 你们怎么会 我也不知道 原本是想来跟他签离婚协议 可突然闻到有香味 然后就成这样了 香味 难道是 姐姐知道你要离婚 他不想 所以他就 我没有 那香味是怎么来的 不是公意的是什么 文书头 我真没想到你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以为爬上我的床 我就不跟你离婚了 不可能 我没有 我什么都没做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我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 没想到却办到你这样的算机 你这个样子 真让我恶心 我真的没有 够了 不想要我一件事 你嫁给我 不就是付我的钱吗 我告诉你 明天 我就会开一场股权转让大会 并且 把我名下所有的股权都转让 还有 跟你离婚 把我名下所有股份都转让给田田 还有 跟你离婚 博士集团所有股份 那岂不是把公司送给我吗 发了发了 走吧 嗯 柏锦川要跟我离婚的话 给温家的头戚 还算服 真的好巧 和阿景的痣位置一模一样 仔细一想 声音好像也有点像 外公之前说 三年前博锦川出了事 我家人找了好久 连遭遇都和阿景那么像 难道 柏锦川就是阿景 我要去劝密一下 该死的 我本来给温书彤安排了一个野男人 没想到阴差阳错让他跟柏锦川睡 原来那药 是姜田田下的 不过还好 都被我圆过去了 现在柏锦川还以为药是温书彤给他下的 把他气得 明天就要跟温书彤离婚了 不仅如此 他还打算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都专给我 也算是因祸得福了吧 就是不知道 以后柏锦川发现温书彤才是他找了三年的女朋友 或者什么表情 那也得小心点 别让柏锦川认出温书彤 放心吧 有我在 不会让他们有相认的机会 柏锦川真的是阿景 姜田田他在冒充我的身份 不行 我要去告诉他 谁在外面 谁在外面 难道是我听错了 国家不是说话的地方 回头见面说吧 还好我躲得快 看来不能再这么冲动了 我眼睛看不到 要是在出点宿 就更麻烦了 既然明天 我锦川要跟我离婚 那我明天 就将真相告诉他 地豪大酒店 这可是海城唯一一家七星级酒店 我竟然可以来这里参加宴会 姜田田 你的好日子要来了 走吧 好 来 参加宴会 大家好 欢迎你们来 财奸法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生命中最重要的 就是站在我身旁 这个人 姜田田女士 就是站在我身旁 这位姜田田女士 站在博总身边的姜小姐 好漂亮 两人好般配 博总能带她来 还在这种场合介绍 可见她在博总心中的地位 不一般 那我们以后 可要好好巴结巴结她 没想到有一天 我姜田田 也能让上流圈子的人 都来恭维我 过了今天 我将会一飞充天 博总 我们温家 势比不上你们老子 可书童 好歹是你明媚正确的老婆 温老爷子 这是我的私事 你管不着吧 现在 为了小三 大肆 好办晚宴 你有把书童放在眼里 有把我们温家 当回事吗 锦川 田田不是小三 我要宣布一件事情 我与温书童 以协商一致达成离婚 并且 我要将我名下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转让你 天哪 百分之五十股份 那江小姐 岂不是立马能成为 海城顶级豪门 那谁呢 郭董 陈天 你只要签了这份鞋 博士 也会属于你的 只要签下门子 温书童这死匣子 还拿什么跟我斗 锦川 谢谢你给我的一切 我锦川 你为了一个小三 就这样的事 你真是不可理喻 来 田田 你 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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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锦川 江姐 她是个冒牌货 你不能把股份给她 冒牌货 这瞎子 画的是什么意思 她来也没有用 我总都要给她离婚了 博锦川 你不可以把股份给她 书童呢 外公 你怎么在这里 我要再不来呀 你还不知道 让他们欺负成什么样的 温书童 你来干什么 我是来告诉你真相的 这个紫瞎子 该不会都知道了吧 你又想耍什么话证 三年前你出车祸 失意失明 是我救了你 把你带回家 照顾了你一年 我们就住在 苍蓝路的那个出租屋里 你不记得了吗 说什么 我也没想到 你竟然就是当年的阿锦 阿锦 你能再看到 我真的是很开心 可是我没想到 你奉明之后 竟然认错了人 彼此事说 才是江源 阿锦 这个同心所 是你当年送给我的 你说过 只要有他在 你绝对不会认不出我 这是我亲手做的同心所 你愿意嫁给我吗 温书童 你别以为 拿一个假的同心所 就可以来冒充我的身份 阿锦 这把同心所 是你亲手送给我的 你不可能认不出它 温书童 别想拿块家伙那户目 我已经确认我了 田田上带的那个 是我送的 她才是真正的田田 不对 这上面怎么没有字 这的确不是 我的那个同心所 是那同心所上 是刻着锦和田字 阿锦 我的同心所 一定是被江田田调包了 难道真如温书童所说 你调包了他同心所 怎么可能 锦川 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 我的同心所上 才有你的刻字 是你亲手送给我的呀 那他怎么那么清楚 我是师姐的师姐 还知道那么详细 锦川 其实我之前一直没有告诉你 温书童她 是我同父异母的姐姐 之前我们的事情 我都有跟她讲过 你胡说 我们没有那么亲近 你怎么会告诉我这些事情 书童 我没想到你为了不跟锦川离婚 为了博家的钱 竟然拿我告诉你的故事 来调包我和锦川之间的感情 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 你甚至 还不愿意成员我们之间的姐妹关系 高德总 去查一下温书童和焦点的关系 好的 秦川 你送给我的那个同心所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千万不要被他给蒙骗了呀 他就是为了你的钱 不想跟你离婚 阿姐 我的同心所真的是被江婷婷调包了 你相信我很好 让我相信 可以啊 那你拿出他调包你同心所的证据啊 对啊 你拿出证据来呀 龚总 跟他清楚啊 温书童和江小姐的确是同富异能的经验 并且仍然一直有联系 秦川 他说这些话 都是我告诉他的 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还要从他 立 我相信他 温书童 我只爱你 你不要再胡想起来 这是没问题 签个 赶紧把离婚贤也签了 阿姐 你以前不是这样的呀 你忘了吗 以前 为了给你治眼睛 我们连一袋泡面都要分成两个人吃 你不饿 你吃吧 那怎么行 我喜欢喝汤 你吃面 我喝汤就行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努力工作 不让你过上好日子的 那个时候 日子虽然过得很辛苦 可是现在想想 还是觉得很甜 温书童 你不要再拿我给你讲过的故事 来蒙骗景川了 景川啊 他说的那些话 都是我之前告诉他的 我才是陪着你的那个人啊 你不要相信他 别被他蒙骗了好不好 对 我相信 温书童 赶紧把离合协计签了 在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 我不会签的 你没有选择 签 必须签 泊景川 若童没签自己签 还是你的心 你怎么能绝对着他 温书童 你冒充我 不就是为了博家的钱 不想跟景川离婚吗 我已经失去了眼睛 我真的不能再失去景川了 我求求你 除了景川 我什么都可以给你 别跟我抢景川好吗 我求求你 爷 我不会离开你的 江田田 你的眼睛还真是好 要不是我知道真相的话 连我都差点被你骗 你给我闭嘴 童心锁 他可以掉包 但是眼角膜 他做不了解 阿金 你知道我的眼睛是怎么失眠的吗 因为当年 我把我的眼角膜 给了你 你说什么 我把我的眼角膜 给了你 你说什么 当年你的眼睛不断恶化 医生说如果再不手术的话 你可能再也看不见了 我觉得我还有时间等 所以 我把我的眼角膜 给了你 温书童这剑 还真是活得出去 书童啊 所以三年前 你眼睛做手术不是意外 是为了 薄景川复明 你把眼角膜给他 你是说 你给我捐了 你怎么这么傻呀 一个好孩子 为了薄景川 当了 三年的瞎子 有可能今后 都会看不见 白公 我不后悔 阿景当年的情况太严重了 他没有时间等 但是我还有时间等 更何况 他是我喜欢的 我怎么能无动于衷呢 你呀 我景川 真没想到 还有我这 如同眼瞎的人 是你 他都 对你这么做 你还这么对他 你真不是人 你就是个兔子 温书彤 没想到 你为了不跟景川离婚 连苦肉计都使出来了 苦肉计 温书彤 竟然能想出这种 你是想死吗 是真是假 你去查辩职 好 都要看看你想怎么死 高得出来 把医生带上来 好的 伯总 医生 检测结果怎么样 伯总 夫人的眼睛 确实做过研究膜手术 啥 我知道了 先下去了 高得主 再去我 做手术文医院调查一下 好的 伯总 来了 这一调查 我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景川 你在哪呢 在这 我害怕 别怕 景川 可不可以不要再调查这件事情了 我怕这是温书彤的圈套 他温书彤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这件事情 我一定会调查景川 可是 温书彤她毕竟是我的姐姐 我也不希望她惹怒你 搞得大家最后都难堪 景川 要不这件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天天 你为什么算要不调查 我 我只是眼睛有些不舒服 而且真的有点累了 想回去休息 哼 天天 我看你是害怕了吧 调查结果一出来 你冒出我身份的事情 就再也藏不住了 你少胡说八道了 我明明是在帮你 我怕你惹怒了景川 遭受惩罚 你少行行作态 我外孙女从来不说话 既然她说把演讲魔给了波锦川 那肯定是真的 你吗 姜甜甜 你紧张什么 怎么声音都在发抖 我 我哪里紧张了 姜甜甜为什么那么紧张 难道 一切真实微如虎的那样 哎 这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温书童 真的就不不不捐口眼角膜 如果是这样的吧 那姜小姐不成冒牌货呢 是 王总 调查结果 王总 调查结果了 郑柏锦川知道 他眼睛能复明 全靠我家 述图 我倒要看看 到时他怎么说 外公 调查报告 一定会还咱们一个亲吧 对 对 阿姐 你现在相信我是 温书童 我真的诧异可能姓你 给我捐眼角膜的是姜甜甜 不是你 怎么可能 当初 明明是我跟你一起上的时候出牌啊 外公 你快帮我看看 这上面写的是谁的名字 世董 上面 的确是写的姜甜甜 杨凌和其他条件跟你 都对不上啊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 明明是 如果是姜甜甜的话 她刚才为什么不说 天甜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警察 我只希望我们是因为喜欢才在一起 而不是为了亏欠和愧疚 我为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我自愿的 我也不想拿这些事情来向你要功 天甜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 对不起 让你受伤害 姜甜甜 是不是你做的手脚 是不是你 景川 我的眼睛好疼啊 你真是为了不离婚 不择手段 让人恶心 真是为了不离婚 不择手段 让人恶心 有什么事 回头没有啊 白哥 白哥 我真的没有说话 白哥 你相信我 我知道 我知道 我警察 舒同从来他不说谎 你能不能再调查一下 看看到底是哪出错了啊 不撒谎 你们一家都是骗子 当初骗我娶了这个瞎子 今天又想联合起来坑我 冒充我的甜甜吧 警察 我的眼睛好痛啊 我该不会永远都不能复明了吧 不会的 姐姐 我一定会脸床前光明 阿姐 你再查一次好不好 你还想继续骗我 你敢骗我 敢伤害我的甜甜 我要让你们温家 消失在海城 不要 阿姐 温家是外公一辈子的心血 你不要动他 这就是你骗我要付出的代价 高特助 让温家破产 阿姐 求求你 不要让温家破产 温书彤 求人就要拿出求人的态度 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道歉 或许我可以劝劝警轩 放我呢 听见了吗 田田让你下跪 跪下 你 听见了吗 田田让你下跪 跪下 你 你让我给江田田这个冒牌货下跪 对 给我的田田下跪 为了他满意为止或许 快搞掉你温家破产 姐姐 听到景川说的了吗 你不是想保住你们温家 那快给我跪下吧 我死都不会给江田田下跪的 温书彤 你什么意思 我可是在帮你 怎么还不领情啊 我就问你一句 贵 还是不贵 我不贵 温书彤 温书彤怎么说 也还是你的妻子呢 但是这么多人 你怎么能这样对他呀 他妻子 温老爷子 温书彤不过是连营的误解 在我眼里 连破铜烂铁都不有 看来这温家是彻底要白了 温书彤啊 他就是个工具人 他姐 你真这么想的吗 我给你找最后一生 一定会是好命 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你嫁给他 你是我的妻子 我当然要对你好吗 来人 把他给我逐出海城 从此之后 不准踏入海城半步 再次 他对温书彤做了事 就原封不动地还回去 那为什么 之前在病房你突然对我那么好 你还回博家替我出气 我当时被你蒙骗了 我以为你是田田 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喜欢你吧 像你这样肮脏又阴暗的瞎子 跟田田一根头发丝的 我喜欢你 不要我喜欢你 你 我景川 天哪才是呢 只愿你这么护着你孙女 好 那你就跟他一起 跪下给田田道歉 跪下给田田道歉 你 你让我给江田田下跪 我可是你的长辈 不过是个老婆死的 给把自称景川的长辈 你配吗 景川 依我看 就是我们之前对他们太仁慈了 才让他们一直这样蹬彼此上脸的 这一次一定要给他们点教训 让他们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必须下跪 好 既然田田想让他们下跪 那我就一定让他们给你跪下 波景川 你有什么冲我来 不要对付我外公 算什么东西 波景川的王 他轮不到你来智慧 我就问你一句 跪 还是不跪 我不跪 好 来人 帮他们跪下 你放开我 来过 求求你 放那么快 死童 别求这个错算 我就不信 我不跪 他们把我们的腿打断 让我们下跪 好呀 那既然他们不跪 就把他们的腿打断好了 那 我要 江迪那他根本就没有下 我得踹 江迪那他自己就是最大的患烟快快开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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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刷什么话上 你马上就会知道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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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 你马上就会知道 呃 呃 呃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快 快把他放下 温呃 呃 你是狗急跳墙了吗 别以为用苦肉剂 就可以让景川原谅你 放过我 他都已经这样对我了 还谈什么放过 我只是不想薄景川 被你一直欺骗 薄景川 你知道吗 真正的瞎子 眼睛是感受不到任何危险的 就像这样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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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啊 你这个傻孩子 你怎么能看你傻孩子 你呀 真是个疯子 你不是说 你给薄景川捐献的眼角膜吗 既然你也是瞎子 那你就证明给大家看啊 你是疯了吗 你不敢吗 我懂了 是疯了 这瞎子是真感觉不到危险 这玩手头被自己也看上了吧 江田田 你是真瞎还是假瞎 一试便知 该你了 你是真瞎还是假瞎 一试便知 该你了 金川 你知道的 我最怕疼了 你知道 温叔彤他就是想伤害我 你不会让他得逞的对吧 江田田 你是真的怕疼吗 还是因为你根本就没瞎 更没有给薄景川捐献眼角膜 你闭嘴 报告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你少在这挑拨离剑了 报告可以做嘴 眼睛没办法做嘴 你是真瞎假瞎 一试便知 天天 你在发抖 你在害怕什么 我 我没有在害怕呀 金川 温叔彤他就是谎言被拆穿了 破罐子破摔 也不想让我好过 你可千万别伤他的杠了 江田田表辰的太清楚 太清楚了 我倒是觉得 可以试一试 我 金川 我为了你已经当了三年的瞎子 你现在就为了温叔彤的几句话 就要伤害我吗 你答应过 我不会让我受惹点伤害和委屈的呀 田田 嗯 我就是想要温叔彤闭嘴 放心 我不会伤害 我们就试一试 好吧 秦姐 你真的没有像 你真的没有像 我 天哪 秦小姐不是把他的眼角膜 一直给剥走了吗 他怎么还能看见呢 难道这其中有什么误会和乌龙不成 气了怪了 我紧看 你现在知道谁都骗你了吧 你的眼角膜 是我们家 书彤给你 你 你却像是一个包牌货 嗯 天天 你明明没有像 你为什么要装像 我 我 原来他要冒充我的身份 他要冒充曾经救你的田田 他就必须装像 天天 真如温叔彤所说吗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秦川 我是你女朋友 而且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的那么清楚 你难道要相信温叔彤说的几句话 会不相信我吗 我也想相信你 可是你装瞎 这件事 怎么解释啊 我 我 江田田 你最大的谎言已经被戳穿了 我锦川 你到现在还看不清吗 该死的温叔彤 居然用这么狠的招逼我报了 现在该怎么办呢 锦川 我 这段时间真是说过团团转呢 你还敢装瞎骗我 所以 锦川 不是我的天天 对吗 嗯 还敢装瞎骗我 锦川 你听我说 你还想说什么 都能装瞎骗人了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上去 既然想装瞎 那就一直瞎下去吧 锦川 能散开我 不通啊 今后啊 可不能再赏自己了 好在 江田田他也是 要掉到最英下场了 没事的外国 反正我也是瞎子 这点小声 不算什么 放开我 等一下 博总 博总 沈长风 你怎么来 是江小姐给我发了信息的 博总 如果我是不能当我 你真的会后悲 被刺 什么意思 江小姐其实没有失离了 他前面就刚做的研究能力 止水 不可能 江田他根本就没有下 他一直在装的 这是江小姐 在我们医院做的手术 居然记录他资料 如果要守信的话 所以去 还有博总 上一次你在医院 能看到江小姐的时候 他就是在医院做护肢 喂 快 放开 天天 天天 你做了手术 怎么不告诉我呀 景川 那么多证据摆在你面前 却因为温书彤的几句话 你就信他 不信我 你还逼我 我真的太难过了 景川 既然你不想让我复明的话 那我就一直瞎下去好了 天天天 对不起 我错了 温书彤 你差点让我伤害了我最爱的人 这个毒妇 高特助 我让温家马上破产 好的博总 马上去办 高特助 我让温家马上破产 好的博总 马上去办 博锦川 江田他一直都在装修 你为什么就是信他就不能信我一次 信你 凭什么要信这个疯子 温书彤 你为了不跟我离婚 真是机关算尽吗 这一次 我一定要给你点教训 温书彤 江湘严那可不能再受伤 江湘现在刚恢复一些 他是不是再受伤的话 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发布你了 景川 我差点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温书彤 你好狠的心呢 你 伤害我田田 来人 给他们的教训 我要让他好好长长记性 你们干什么 你 别动我家身头 别动我外国 有事 你冲我老头子来 博总 按照您的吩咐人家已经过程了 你们温家好日子到头了 温家 过程了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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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你怎么了 是江湘 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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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你怎么了外国 把我叫救护车 有没有人把我叫救护车 外国 外国你怎么了外国 有没有人把我叫救护车 外国 外国 来人 看到了吗 这都是得罪博总的下场 以后咱们立文家 磕得远点 免得惹护上身 外国 我求你了 我外国 现在病房了 你帮我叫救护车好不好 金川 我刚刚可能受了刺激 眼睛现在好疼啊 来人 把他两个带下去 再救护车 外国 外国 来人 外国 是我不好 都是我害了你 罗小姐 你外公的病情不容乐观 需要马上进行心脏病手术 费用大概一百万左右 您看什么时候把钱给交一下 医生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卡都给护士了 请你尽快给我外公安排手术 小姐 你还有别的卡吗 你这些卡都被冻结了 刷不了 怎么会这样 这些卡都刷不了吗 是的 温室破产 连我的卡也刷不出钱 一时间 我去哪里凑一百万了 罗小姐 那你赶紧想办法 你外公的病真耽搁不了 医生 能不能先给我外公安排手术 钱的事我一定会想办法补上的 不行 医院不是福利院 你要想保住你外公的命 凑钱吧 凑好钱我们好手术 走 外公 我要到哪儿去凑一百万 柏锦川 对 柏锦川一定有 江小姐 可是特意吩咐过 不允许再踏入别墅半步 我是来找柏锦川的 我们俩还没离婚 我现在还是柏夫人 呦 温书童啊 你都已经是丧家之犬了 怎么还敢来柏家装枪做事的 井川他现在对你厌恶至极 你觉得他会见你吗 你让我见柏锦川 这么着急见井川 该不会是你外公要做手术 你没钱 来找井川借钱的吧 嗯 看来是被我说中了 柏童啊 姐妹一场 今天只要你在这下跪 跪到让井川满意 我就劝他把钱借给你 我要一百万 才一百万而已 只要你能跪到让我们满意 肯定就借给你了 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外公还在等着 好 我跪 封书童 你现在摇尾其连的样子 可真像一条狗啊 田南今天这么高兴 是发生什么好事了吗 没什么 刚刚在外面喂了一条流浪狗而已 井川 外面下雨了 我们听点音乐吧 罗建川 你到底还让我贵 多点三块 借我一百万 像你的月里 我怎么好像听到了温书童那时 罗建川 我求你了 我还不敢跟着都不行了 罗建川 我怎么好像听到了温书童的声 井川 我突然胃疼 胃疼 那 我找医生给你看一下 不用不用 都是老毛病了 你附我回房间休息一下就好了 好 好 你去害怕打雷哦 对 年轻一大 这总会想到很多可怕的事情 对吧 以后会一直在 一直摆着 文书童 别装了 起来 温书童 我让你好好跪在这 谁让你舒舒服服躺这休息的 江青姐 我已经在这儿跪了一晚上 是不是可以借我一排饭了 什么一百万呀 后来就去把德景川 景川呀 一大早就出去了 就从你旁边过去的都没理你 你说他会想见您吗 或者想跟他借一百万 给我外公做手术 说话告诉你吧 说话告诉你吧 景川呀 从来就没想过要借给你一分钱 包括昨天晚上让你跪在这儿 也是他亲口吩咐的 你说什么 我说 我说 景川他从来就没想过借给你钱 他让你跪着 就是为了逗你玩 消遣你呢 他真可笑 先生只是想逗他玩而已 他却当真了 就是 还真把自己当博夫人了 他一个死瞎子也配 喂 医生 你说什么 我外公不行了 慢点慢点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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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公 医生 我外公怎么样 好好跟他道个别吧 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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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急 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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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 医生 你快点 外公 你休息 外公也别离开我 温小姐 请节哀 你外公本来就是心脏病 但是昨天受了很严重的外伤 过过了最佳抢救时间 我太好了 我太好了 但是 我太好了 大小姐 这些都是老爷生前 最爱的一些东西 我都整理好 现在就交给你了 谢谢 大小姐 你也要节哀呀 老爷的在天之灵才会安息 可是 温氏是老爷一辈子的心血 如今被迫倒闭破产 老爷肯定很难过吧 多怪我 是我害了温氏 是我害了外公 大小姐 老爷当初 想让你嫁给博总 忘却武艺 就是想救回温氏 好把整个温氏让给你 这样 你就不会在外面 随意被欺负了 我到现在还记得 老爷当时说 他说大小姐眼睛不好 他需要在有生之年 给大小姐谋得最好的保障 外公 世事无常啊 温氏和老爷 怎么就到这一步 温氏是外公这辈子的一员 我绝对不会让温氏破产 温氏 是外公这辈子的一员 我绝对不会让温氏破产 常主理 我知道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等等 大小姐 我看这个木雕 老爷子也收得挺好的 你也拿着吧 阿锦 在做什么呢 没 没做什么 我看看 不是说了 你现在眼睛看不见 别做这些事情 天天 你快生日了 我想送你一份礼物 但是 我没有钱买其他东西 你送我的小伙子啊 很好看 我雕的是小兔子 小兔子吗 小兔子 这个不是外公的木雕 给他丢了 算了 我还是自己丢吧 你怎么又来了 田田小姐可是吩咐过 不准你进去 我找柏锦川有事 你别来连累我 赶紧滚 亲手 柏锦川 亲手 柏锦川 温书头 你又想干什么 柏锦川 我们谈谈 我和你没什么好谈的 我跟你谈 林尊的事情 关书头 你又要做什么 我又想拿 不离婚这件事情 来要求我 或者 胡编乱造些什么 来诋毁田田吧 柏锦川 柏锦川 我在你心里 就这么不堪了 难道不是吗 你自己做那些破事 心里没数 在宴会上还想害听你 你和谐很多 我 反正现在是险肥 有什么 没什么 柏锦川 今天 我去来找你 看离婚 我同意离婚 你同意离婚 是 这个温书头 怎么回事 之前怎么都不给我离婚 现在却总共跟我离婚 只要给我五个亿 我就同意离婚 温书头 我说你怎么同意离婚 原来是为了钱呢 你觉得是都是吧 博总 只要五个亿 你就可以给你最心爱的田田 一个光明这么大的身份 她不是你最爱的女人 区区五个亿 相信对博总来说不算什么 有了这五个亿 应该就能让温书起死回生吧 温书头 你还真是为了钱 什么事都能做 啊 我给你五个亿 我要你永远都不要来打扰我和田田 好 这个是离婚协议书 我已经签好字了 博总 钱什么时候能到账 这温书头 居然真是你跟我离婚 我马上来 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文书头 博总 博总还有什么吩咐吗 你知道跟我离婚 不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 意味着 我们再也不会相见 从此以后 再无瓜葛 你知道吗 其实我挺后悔 当初救了你的 如果不是我 外国也不会死 既然要跟博锦春 离婚断干净 那就连最后一点回忆也断掉了 你又想说什么 施锦 这个小兔子木雕 是当初我生日 你送我的 现在 我把它还给你 从此以后 我们 一刀两断 两步相牵 从此以后 我们 一刀两断 我们俩不相牵 这确实是我送给田田的生物礼物 温书头怎么会有 他怎么照顾的清楚 温书头 警察 干什么呢 这个小熊木雕还挺可爱的 这是兔子 对 是兔子 我最近这个手术做完之后 眼前一直看东西都有点灰蒙蒙的 是姜冰天看不起木雕还是 他不知道小兔子木雕 田田 嗯 你想游泳吗 明天我们可以去游泳 好啊 我都好久没有去游泳了 那警察 我去准备两身泳衣 好 那我去喽 田田已经溺过水 他害怕水 根本不敢玩水的 这个小兔子木雕 是当初我收 你送我了 姜田田和田田的生物 系合可能会要和温书头 高德总 重新查一下姜田田还有温书头 大小姐 今天谈的合作如果能成 我们温室 说不定就能起死回生 好 我一定会把握住这些机会的 哎呀 哎呦 王总 杜总 李绍 来来来 王总 您坐这 坐这 来来 这边请 来 大家坐坐坐 坐 来 坐 哎 早就听说温氏千金长得漂亮 果然啊 摆文不如一剑 好看是好看 可惜啊 是个瞎子 是啊 这瞎子不就残废吗 这样的人 跟咱们合作呢 哎 各位 温氏之前一直都是大家最可靠的合作伙伴 我们温氏也想继续和大家共赢 我这有一份最新的合作方案 要不大家先看一下 合作的事不着急吧 我们饭还没吃呢 啊 对对对 咱们先用餐 咱们边吃边聊 好啊 不过光吃饭 不喝酒的话 没什么意思 各位老总 我家大小姐呢 身体不太好 酒我替她喝 来 既然温小姐喝不了酒 那倒酒吧 倒酒总没问题吧 我家大小姐眼睛看不见 我 你说干什么东西啊 这合作还能不能谈 别 别生气 我们和气生财 来 今天 我给大家倒酒 这些人摆明就是回南大小姐看不见了 文小姐 这倒酒有倒酒的规矩 不能太少也不能太满 要是有一滴洒出来的话 那合作 哈哈 啥 哎呀 哎呀 哎 温小姐 这酒洒这么多 你什么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赵倩有什么用 温小姐 这酒是你傻的 你得把它给喝了 我 哎 没事没事 既然温小姐不喝的话 她这合作 就算 别 我喝 好 好 哎呀 温小姐也是很能喝酒的呀 我看要不这样啊 也甭让她倒酒了 让她陪我们喝酒 不 一边去 温小姐 来 咱俩喝一杯 你都跟王总喝了 不跟我喝 不给我面子 这就对了吗 温小姐 这王总和杜总的酒都喝了 咱俩是不是也得喝一下呀 来 我酒量不好 我还别扫大家兴了 我还是给大家倒酒 温小姐 这酒都喝了 你还在说什么呢 我警告你啊 今天这酒 你喝 也得喝 不喝 也得喝 哎 这么凶干什么 就是啊 你一个瞎子 要不是看你有几分姿色 你哪有资格坐在这儿 跟我们谈合 这酒 必须喝 快喝 喝 你喝 温小姐真喝不下 我来 各位老总 谁让你们逼他喝酒的 谁让你们逼他喝酒的 博总 博锦川 他怎么来了 博总 您来了 您请 温小姐 你到底是不是天天 是你们逼他喝酒的 没有博总 是他主动来找我们谈合作的 你也知道 吃饭嘛 喝点酒很正常 就是 他助理说他喝不了酒 你没听见吗 博锦川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我是想帮你 帮我 我温书彤 可以接受这世界上任何一个人的帮助和施舍 唯独你 唯独你 我不需要 如果不是你害了温叔 害了外公 这一切又怎会如此 现在说要帮我 坚持是一个笑话 博锦川 你讲不讲道理 我要是不帮你 他们会继续逼你喝酒的 我今天就是喝死在这里 这也是我的事情 不劳博总操心 我现在 与其让你给我希望 又让我绝了 还不如 我自己斩断所有念想 喝死 不用我管 你疯了 我没疯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不要太自以为是 好 看来受口多管兴趣了 既然你想喝 那就继续喝 不走 慢走 温小姐 胆子是真大呀 连博总都敢继续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陪我们 好好喝一喝 王总 上 哎 把他喝了 喝了 为了公司 为了外公医院 我喝就是了 反正我这身体已经这样了 还能更差吗 把我酒量啊 哼 就说温小姐能喝吗 还是能喝 来温小姐 来 王总 我替小姐喝吧 我替小姐喝 啊 你算什么东西 滚一边去 喝不了 差不了 我没事 小心 我就说温小姐还能喝 但是这么能喝 来 把这瓶子给 王总 王总 哎呀 王总 就喝 喝到 喝到 钱吧 喝到的是好说呀 但是你得把我喝高兴 王总 王总 这喝不了 我真的喝不了了 我 喝到了 王财伯总 你不是很焦张吗 现在在这眼上 王总 我 没有 我 我真的不舒服 小姐 喝不了了是吧 那我帮不 王总 我王大发的酒 还没人敢进去 小姐 小姐 什么事 来 接着喝 小姐 小姐 老总 真的就这样不管风了吗 是我不想管吗 人家自己不在乎 王你查的是怎么样 啊 那件事 说 什么 当年就博总的姜田就是温书桐 马上把资料翻给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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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们别让他喝 他都喝出血了 你们看不见吗 那怎么行啊 是他来求我们的 怎么能说不喝呢 来 来 接着喝 喝不下 喝不下 我帮你呀 我们不签了 帮他 我们不签了 你是助理不行了 这么紧要的关头 马上就成功了 就不签了 你再喝 然后咱们马上就签合同 来呀 来 住手 不签 不签 您怎么来了 我正叫 谁是不忘了 不签 不签 温书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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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怎么喝成这样 罗总 消息确认了 夫人就是您一直在找的田田小姐 三年前 夫人母亲去世 她就被外部 也就是温老爷子 直接带回了温家 从姜田改名成了温书桐 并且 也是她为您捐献的眼角膜 可 医生不是说 我的眼角膜是姜田的卷的吗 这是我亲自调查的 绝对错不了 这个 是三年前您出车货 警方在现场拍的照片 旁边的人就是夫人 真是的 河总 这个女人不是好歹 拒绝了您的美丽 我刚才正教训她呢 给她灌酒灌到喝出血 还要继续吗 竟敢这么对她 高则冲 把消息揣出去 从今天起 只要肯跟王旭合作的几道 都是与我博警船为敌 是 博总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 感谢我的女人 我要让你帮王家 消失在海城 我要让你帮王家 消失在海城 博总 博总 是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知道错了 我上有老下有小 您大爷有大量 你饶了我这一次了 给我一次机会吧 滚 我呢 你说 夫人她怎么样 病人饮酒过量 导致严重胃出血 再晚了一会儿 谁都救不了 你好好的人喝摩托酒干什么 以后再也不回了 那是 博警船 我能进去看看她吗 去 王医生 刚刚那人在干嘛呢 有人喝酒喝得未出血 现在这年轻人 太能喝了 你俩不在乎自己身体 姜田那今天没喝酒啊 王医生说的夫人 难不成是温书童 不行 我得给姜田那打个电话去 你暗地才是温书童 我一直在找她 天天 救了我 甚至 为了救我 失去了自己的眼角墓 我却还一直在伤害 我真的不是人 天天 我知道我不是人 你居然被姜田田那个女人耍到团团团 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让我先把那个女人收拾掉 我再来跟你道歉 好不好 景川 我来复查眼睛 听沈医生说你也在这里 沈医生说我眼睛恢复得很好 以后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 沈医生说我眼睛恢复得很好 以后我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 你的眼睛真的做过你只手术吗 怎么 当然了 怎么突然这么问 没事 我只是问 这么明显的心绪 我以前居然没肯出来 不景川 你真是传不如可救药吗 哎呀 姐姐怎么在医院 她喝了人家 身体不舒服地送医院来了 温叔童 都这样了还敢缠着景川 不行 我得赶紧和景川结婚才行 免了这个贱人时不时的就出现勾引了 景川 你不是说会娶我吗 最近家里面老打电话来问 你到底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呀 那就 三天后吧 婚礼时 我会给你一个 惊喜 太好了 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 原来他们已经要结婚了 也好 接个电话 好 温叔童 别装了 知道你都听见 听见了吗 景川三天后就要跟我结婚了 你 输了 你 输了 我跟伯景川已经没有关系了 你跟不跟他结婚 与我无关 怎么会与你无关呢 要不是你在三年前把角膜捐给了景川 他又怎么会这么坚定地娶我呢 你可是大功臣 这次的婚礼 你一定要来参加 我不会去 你必须来 我一想到你伤心的痛苦的样子 我就难以抑制地兴奋 你做梦 不来 那就别怪我当上伯夫人的第一件事 就是毁了你外公亲手进你起来的公司 你 那就这么说定了 伯总 您不是知道他是冒充的吗 为什么还要跟他结婚 他伤害了田田这么久 我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 他不是想嫁给我 我却要让他在以为他要愿望成真的时候 狠狠毁烈他 那夫人知道之后 我会很伤心吗 我会补伤他 在婚礼那天 我会给他解释一切 对了 我记得 明天拍卖会上有一条叫 天使之类的项链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拍下来 哇 这条天使之类真漂亮 你喜欢吗 不喜欢 这太贵了 不是我们这种人都买得起的 喜欢你 博总 这是要送给夫人吧 这样 你找其他人送给他 如果他问 就说 是他外公主持来的 明白 你好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请问 这里是博锦春和江田田的婚礼吗 是的 里面请 谢谢 外公 你放心 我不会让人毁掉你一手建立起来的公司的 江小姐 今天真是太漂亮了 听说 昨天博总可是花十个亿拍下了天使之类 整整十亿了 江小姐 咱们没看见你带呢 我还想亲眼看看你带的十亿的香料呢 警察还没告诉我 不过 他今天一定会在婚礼上送给我的 真是太叫人羡慕了 诶 那个不是博总那个瞎眼的前妻吗 他怎么来了 等等 我身上带的是天使之类 什么 天使之类怎么会在他身上 众所周知 天使之类是景川拍下来的 他带的肯定是假的 哦 原来如此 温书头 你好歹也是温家千金 带一条假项链出来 太丢人了吧 难不成 因为眼睛瞎了 分不清真假 蒙在身后呢 温大小姐 回去还是带条真的再出来吧 假的 这条项链 是我外公留给我的 不可能是假的 众所周知 天使之类只有一条 昨天 我总花了十个亿拍下来 那你外公送你这这条 肯定就是假的了 温书头 也就只有你这么下贱的人 才会把假货当成真的 这可是外公 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了 我怎么感觉像是真的 什么人在这儿胡说八道 难不成你跟他一样 是个瞎子 江小姐 他是著名健保师大师 朱大师 也是国内健保会会长 我可从不说胡话 小姐 能拿你的项链我看看吗 可以 这项链 是真的无疑 小姐 请收好 你是个什么健保师 他的项链怎么可能才真的 江小姐 我健保几十年 从未出过场子 这次 更不可能 我敢用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 这就是天使之类 我敢用我的职业生涯做担保 这就是天使之类 周大师都敢出来做担保了 他带的肯定是真的 这真的不是博总昨天拍下来的 那这 江小姐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大家都知道 天使之类是昨天景川拍下来 那肯定就是送给我的 现在如果他手里这条是真的 那就只有一种原因了 什么原因 他温书童 就是个小偷 从景川那里 偷走了这条原本属于我的项链 原来如此 那也太过分了吧 原来是个小偷呀 赶紧把项链还给江小姐 我没有偷 这条项链确实是我外公留给我的 满嘴腹话 把我的项链还给我 这条项链是我外公留给我的 我绝对不可能把它给你 这个贱人找死 景川 他偷了我的项链 你为什么要拦我 因为这条项链是我送给他的 你 这条项链是我送给他的 你 这条项链竟然是伯总送给温书童的 他俩不是离婚了吗 难道伯总对前妻究竟难忘 你为什么要送给他项链 一条项链而已 我想送你谁就送你谁 可是 好了 婚礼快开始了 走吧 这项链 是伯锦川送给我的 可他怎么会送我礼物 这位女士 你愿意旁边的男人 愁你的丈夫 并与他递结婚约 无论疾病还是健康 或其他任何理由 都爱他 尊重他 永远对他忠贞不欲 只是生命的尽贪 我愿意 温书童 你好好看着吧 最后还是我赢了 这位男士 你愿意旁边这个女人 成为你的妻子 并与他递结婚约 无论经济还是健康 或其他任何理由 都爱他尊重他 永远对他忠贞不欲 只是生命的尽头吧 我 不愿意 我 不愿意 秦川 你是不是说错了 我没说错 我要取的是姜田 不是姜田田 我就是姜田 你不是 我的姜田 喜欢吃草莓味的蛋糕 他 胆小 怕黑 但他内心很善良 有好吃的都会留给我 跟他在一块那段时间 是我这辈子最快乐的问题 他这是 都知道了 姜田 不是博总 一直要找的女朋友吗 那个人就是姜小姐 那博总这意思 他不是 那岂不是姜田田 骗了博总 好大的胆子 连博总都敢骗 秦川 你是不是听了谁的谣言 这么久了 你还怀疑我的身份吗 我们不是早就 我没有怀疑你 我已经确定 你不是我要找的女朋友姜田 我怎么不是 我不是姜田 还能是谁 好 还不承认 那我终于死的名鬼 高特使 放录音 高特使 放录音 现在博总已经相信 我是姜田 但温书彤留着 我始终不放心 只有将他彻底毁了 他是姜田这个秘密 才能彻底保住 放心 我会准备好证据 让他彻底 关了 快关了 景川 那些都是假的 你千万不要相信啊 假的 骗嘴 我操 是他 都是他证实我这么做的 是他逼我的我操 沈长风 你是疯了吗 你知不知道你才说什么 我疯了 疯了 我可是疯了 如果不是你穿尸 我还是什么温书童 我能走我今天这个地步吗 闭嘴 过闭嘴 不是他不是我呀 波涂 闭嘴 这不是你 我今天 你手指 张开 干嘛来 天天 三年前你救了我 三年后 又嫁给了 可是我没有认出 甚至 还让江田田 一而再 再而再的陷害 都是我的错 你想骂我 打我都可以 但是 可以再给我一个 弥补的机会吗 可以再给我一个 弥补的机会吗 打了骂了 能如何 我的外公能回来了吗 秦川 今天是咱们结婚的日子 你不是要娶我的吗 你跟这个贱人 在这干嘛 娶你 像你这样的女人 我看着都恶心 恶心 你不是说爱我吗 这会儿又嫌我恶心了 就因为我不是江田吗 如果当初是我先遇到你 我也会救你的呀 像你这样 你为了一己之力 冒充他人 伤害他人 你这样的人 不管变成什么样 我 我行穿 都不会喜欢 我这样 天天 往后一生 会用我的爱 爱你不可以 你的 我早就不需要 为什么 是因为那个女人吗 你放心 我一定会处理好 都让他得到下面的指导 真言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郭景川 凭什么你对我这么狠 却对那个贱人这么好 温书童 我怪你 我明明马上就要再给郭景川了 你为什么要出现 都怪你都怪你 温书童 你给我去死 你给我去死 天明 天明 小舅无声 你 不能有事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之前都是我 不对 只有你能好起来 你要我怎么样都行 天天 我求你了 你一定不能有事 天天 你别在这儿 瞎醒醒 昨天不接我亲 害死我外公那天气 我就发过事 永远 都不会 都不会原谅你 借 借 借什么钱 天天 天天 你没事吧 你再坚持一下 我马上到医院了 你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无论如何 我不会让你出事的 是啊 是我 给的你第二次生命 如果重来一次 我还说我求你 还是 我再也 再也不想 我还是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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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给你买的草莓蛋糕 以后每一年 我都会给你买草莓蛋糕 好啊 不过 我要吃最甜的草莓 温叔同 不要以为嫁进了国家 就真成了国态 你只是一个能武工具 没这个资格 外公 外公你怎么了 外公 外公 老公 魏小姐 你醒了 太好了 来 我笨蛋给你解开啊 什么笨蛋 有人给你捐了眼角膜 并且 这个眼角膜 跟你非常的契合 直接摄取 我能看见了 太好了 对 给你捐了眼角膜的人 特意给你留了封信 看看吧 给你捐了眼角膜的人 特意给你留了封信 看看吧 天天 先醒来 你昏迷了这段时间 心里一直有很多话 不知道怎么向你说 我想看到你醒来 却又害怕你醒来 看到我现在的样子 所以就写了这封信 我要先向你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给你造成了那么多的伤害 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 我也原谅不了我自己 但是 我真的很爱你 从三年前你将我带回家的那一刻 我就无法抑制地爱上了 在出租屋的那几个月 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可老天爷给我开了一个玩笑 让我看见了光明 却失去了你 如果早知道是这样 我宁愿永远生活在黑暗的 最后 我将你的一双眼睛还给你 愿你在没有我的日子里 一世一幼 永远幸福快乐 阿琴 你别哭啊 你眼睛肤明了不是好事吗 情绪别那么激动 你都怀宝了 宝宝 我怀孕了 我怀孕了 对啊 已经五周了 你干嘛去 还得再检查一下呢 魏小姐 他人呢 博总已经走了 夫人 老婆 魏小姐 并且 博总在走之前 已经将名下的所有资产 全部转给了您的名下 冒昧地问一下 您真的不打算原谅他了吗 好吧 哎 那 他去哪了 哎 博总说 这一切都是他欠你的 这段感情对于他来说 爱而不得 痛而不忘 满是遗憾 往后一生 都将用来还债 妈妈 你看那个叔叔是忙的 我们扶他过马路吧 叔叔我来扶您过马路 我见川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是 我 好久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